已经播出了三年多的超级星光大道歌唱比赛 最近呢却频频传出了要停播的消息 不只是让制作人王伟忠跳出来说 绝对没有要停播 只是呢可能会转成规模更大的季播 那么金娃道呢昨天还是照常的录影 参赛者呢也都是照常进棚 主持人陶晶莹更是出面驳斥这个谣言 他说节目是绝对不会停 而且还要更加的国际化 参赛者站上舞台 卖力表演 这个在短短三年中培育出许多超级歌坛星星的舞台 却被外界传出 节目要在明年二月停播 主持人陶晶莹特别召开记者会澄清谣言 最近我想这个选手们的心情也是起起伏 传言不断说到底是不是要停啊 告诉大家是不可能停的 陶晶莹强调比赛还在进行收视率 也越来越好怎么会停 我们的收视率真的是一直在往上升的 数字是骗不了人 你们真的可以去掉出来看 陶晶莹难得大动作开记者会 还在部落格开讲 认为有些人很会操纵媒体 还引诱成语 以而传而三人成虎 就怕被外界误会节目要收起来 在中视这一部分 应该是还在协调当中 我们等比较确定的时候就跟大家讲 直播三年多的歌唱比赛 总共挖掘多个素人变明星 每个阶段都有新话题 从杨宗伟肖敬腾的PK 再得到新人奖的徐佳营 以及最近走上国际舞台的林玉群 现在要重新转型出发 誓言更大更好更国际化 还要捧出超人气的台湾之光 中文新闻杨成中路 以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